大家好,我是大鹏,欢迎收听,更欢迎你加入说中文播客 Come on! 大家好,我是大鹏,欢迎收听说中文播客 最近我看了很多比赛 有体育比赛,有电子竞技比赛,还有歌唱比赛等等 都很激烈,都很好看 但是既然是比赛,就一定有人赢,也一定有人输 不过谁都不想当那个输家 输家,输赢的输,家就是科学家的家 输家就是说输了的那个人 相反,赢家就是胜利的那个人 不用多说,每一个参加比赛的人都想当赢家 没有人愿意当输家,对不对? 输家和赢家这两个词很简单,你了解了吧? 当然,除了在比赛中,我们会用到输家和赢家这两个词 在咱们的日常生活中,也经常用这两个词 你有没有听说过,人生赢家这个表达呢? 人生赢家这个词就是来形容,在生活中取得成功的人 你觉得你是人生赢家吗? 先别着急回答我这个问题 先来想想看,在你心中,什么样的人就可以算是人生赢家了呢? 或者对于你自己来说,达到什么样的目标 达到什么样的高度 或者是做到哪些事,就算是人生赢家了呢? 在你心中有答案吗? 在我认真地想过这个问题以后,我得到的答案是 我永远没有办法成为人生赢家 原因是这样的 首先,我对人生赢家的定义是随着我的年龄 而且是随着时代的变化,一直在变化的 举几个例子好了 上小学的时候 我觉得只要我每天能喝到可口可乐 我就是人生赢家了 等到上了中学以后,能穿上耐克篮球鞋 我就是人生赢家了 上了大学以后,要是能拿到奖学金 再有一个漂亮的女朋友 那我真的是人生赢家了 等到工作以后 我想的是,如果能挣特别特别多的钱 我就是人生赢家了 更搞笑的是,等到我有了稳定的收入 在公司也站稳脚跟以后 我才觉得,有自己的自由 那才算是人生赢家呢 你和我一样吗 这就是我为什么说 我永远没有办法变成 人生赢家的原因了 我相信,你和我也差不多 因为咱们都是平凡的人 也许我们会觉得 某一个名人真的算得上是人生赢家 比如,奥斯卡最佳男演员 威尔史密斯 我很喜欢他 或者是大企业家 比尔盖茨 再或者是篮球之神 迈克尔乔丹 在我们眼里 这些人都是人生赢家 但是,在他们自己心里呢 我觉得他们和咱们一样 在不同时期 对人生赢家的理解也不一样 所以在他们心里 八成也觉得自己 算不上一个人生赢家 你说呢 你学会赢家和输家 还有人生赢家 这三个表达了吗 那快来听今天的对话吧 诶,大鹏大鹏 听说你辞职了 怎么回事 诶,没错 消息传得这么快吗 嘿嘿,当然了 辞职以后 你有什么打算吗 有啊 我打算去旅行 去周游世界 哇塞,太酷了吧 现在我觉得 你才是真正的人生赢家 我是人生赢家 那你先借我点钱 让我买张机票再说吧 诶,大鹏大鹏 听说你辞职了 怎么回事 诶,没错 消息传得这么快吗 嘿嘿 当然了 辞职以后 你有什么打算吗 有啊 我打算去旅行 去周游世界 哇塞,太酷了吧 现在我觉得 你才是真正的人生赢家 我是人生赢家 那你先借我点钱 让我买张机票再说吧 正在工作 正在上班的各位听众 你有想过辞掉你的工作 然后去世界各个地方旅行看看吗 或者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不用担心 没有钱花 你觉得如果变成这样 那算得上人生赢家吗 现在对我来说 这就是人生赢家了 不过在我得到了这一切以后 嗯 我又会对人生赢家 有一个新的定义 总而言之 在我看来 我永远没有办法成为人生赢家 而且我永远都在成为人生赢家的路上 欢迎你用中文说一说 你对人生赢家的见解和理解 联系我吧 我的邮件是 chinese9339 atgmail.com 最后要感谢YouTube和Patreon的会员们 还有通过PayPal支持我的听众们 我们下期一集说中文 拜拜 诶 大鹏大鹏 听说你辞职了 怎么回事 诶 没错 消息传得这么快吗 嘿嘿 当然了 辞职以后你有什么打算吗 有啊 我打算去旅行 去周游世界 哇塞 太酷了吧 现在我觉得 你才是真正的 人生赢家 人生赢家 我是人生赢家 那你先借我点钱 让我买张机票再说吧 诶 大鹏大鹏 听说你辞职了 怎么回事 诶 没错 消息传得这么快吗 嘿嘿 当然了 辞职以后 你有什么打算吗 有啊 我打算去旅行 去周游世界 哇塞 太酷了吧 现在我觉得 你才是真正的 人生赢家 我是人生赢家 那你先借我点钱 让我买张机票再说吧 小鹏大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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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鹏大鹏大鹏 小鹏大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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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鹏大鹏大鹏 小鹏大鹏大鹏 小鹏大鹏大鹏大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